泰国爱情降真的有用吗? 很多善信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爱情降有没有用 因为爱情降是属于泰国和东南亚等地一直流传下来的一种法术 所以很多的善信都没有试过 并且善信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人尝试过 就算尝试过也不会说出来 所以对泰国爱情降就产生了一种疑惑 当然有这个疑惑是正确的 因为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物 听别人说自己是不能正常判断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泰国爱情降有没有用 为各位善信解除心中的疑惑 一般刚接触爱情降的善信 几乎都问爱情降有没有用这个问题 其实爱情降是有一定的力量去帮助复合 并且使用爱情降挽回爱情的方法是非常有效果的 有很多善信会选择购买佛牌来挽回爱情 但是一般来说佛牌的效果远远低于爱情降 爱情降在泰国和东南亚等地是很常见的 当两个人爱情出现问题都会找大师做爱情降来挽回两个人的感情 而且在我们这里第一次做爱情降的善信都是很成功的 一般都在两个月以内挽回了自己跟伴侣的感情 所以说爱情降有用也是有一定的根据 但是爱情降做完是需要等时间的 为什么要等这一段时间呢?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爱情降并不是一足而就的 不是说一做完爱情降对方就会找你和好 而且有一段时间差 这段时间就是爱情降发挥作用的时候 在这一段时间里 善信要遵守一些规定 大师说的禁忌一定要牢记 不能去触碰 因为触碰禁忌的话会影响爱情降的效果 有的善信做爱情降不成功 也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触碰了禁忌 所以说善信在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如果善信在感情方面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向我们咨询、了解 我们为善信安排泰国法事自有十多年经验 所安排的泰国师傅也是泰国出名显黑的大师 如果各位善信有问题咨询 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T68875067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